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团队特别热衷于制作各种神奇的装备 从美国队长的强力盾牌 再到蝙蝠侠的飞镖 以及金刚狼的爪子等等 都模仿得唯妙唯笑 这一次他们打算重现钢铁侠的飞行系统 在历史两个月的研究后 他们决定使用45斤的火箭作为推进动力 之后就带着实验产物去户外检验成果了 他们将汽油放进制作好的飞行道具中 点燃的瞬间火焰猛地喷了出来 在这股推力的作用下 小伙子还被推得酿枪了一下 留下周围一大片青烟 之后他又开始在左右两手各安装一个喷射器开始测试 尽管只是被短暂地推到了一米多高 但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当时的兴奋 激动地把设备撒手一扔 然而说到底还是没有实现飞行的目的 不过他们也不打算再增加火箭的数量 而是要寻找可以替代火箭的推动力 最终找到了强力风扇 不但可以解决火箭原有的危险性 还能增强其持久度 就是材料制作费用有点高 将近14万人民币 他们究竟能不能重现钢铁侠的飞行能力 只能拭目以待了 视频元素来自TheHank Smith 由Max Honor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 感受最美创生活 请关注Max Honor创意公园